说起喜回中的小羊 粉丝们一般想到的都是最猛懒羊羊 最酷喜羊羊 但要是说起最丑的羊 你们心中又有答案吗 那么这期我们就来看看喜回中最丑的五只羊 第一位竟然还喜欢灰太郎 第五位暖羊羊 他是小羊们的班长 也是羊族中最热情的 因为品种是盘羊的缘故 暖羊羊长得非常胖 和其他瘦瘦小小的小羊相比 他显得格外大快 当然虽然暖羊羊长得不是很好看 可他依旧有一颗追求美好的心 第四位费羊羊 他是一位最具英雄主义的角色 一直以保护他人为己任 在羊村属于是健壮又鲁莽的羊 大概是家族遗传的缘故 费羊羊的皮肤非常有黑 和其他小羊相比 费羊羊格外显眼 虽然费羊羊有心做好每一件事情 但他最终都会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失败 第三位慢羊羊 他是羊村村长 也是大肥羊的校长 主要负责给小羊们传授知识 如今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胡子花白 走起路来也是慢吞吞的模样 慢羊羊不管是年轻时候 还是年迈之后 他的颜值都不高 不过他胜在聪明 当初也正是因为非常聪明 这才得到了村花化羊羊的青睐 只是很可惜 他们之间终究还是有缘无分 第二位羊大力 他是来自远古时期的羊 也是古羊族里的保安总管 做事勤恳踏实 一直都在劳心劳力的勤奋工作 不过他的长相也让人不敢恭位 毕竟他实在太丑 为了讨好荷花 羊大力不停使唤手下去做各种奇葩事情 当然了 在最后他也如愿娶到了荷花 第一位荷花羊 他也是古羊族的一员 长得非常胖 甚至体型远超暖羊羊 堪称是最原始最丑的羊 当初因为被灰太狼附身后的懒羊羊敲击了头部 他竟然就喜欢上了灰太狼 这点还是让人很意外的 值得一提的是 荷花还养了一只非常庞大的猩猩 并且他非常宠荷花 遇到危险时 总会第一时间保护他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